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一条讯息就能够与多年不见的老友取得联系 一条一条的信息在手机上不断刷新 人与人的联系从未像今天看起来这样紧密 工作 家庭 生活都被牢牢地捆绑在这张网上 通过屏幕上的一方天地 世界好像离我们很近 但是现实又好像离我们很远 一条条的问候越来越空泛 一帧帧的视频越来越流于表面 热闹快捷的表象背后 躲藏的是巨大的空虚和孤独 无处表达 无人理解的空洞 是这个时代的通病 不妨从今天起有意识地去慢下来 改变这种空虚的状态 一个人最顶级的活法 慢 曾看过一段话 一碗热豆浆五分钟喝完与十五分钟喝完的区别是滋味 你给味蕾时间 味蕾才会给你真滋味 同样 你给心灵时间 生活才会给你大异味 马不停蹄地得到 就意味着要马不停蹄地失去 人生如茶 细品才能知其味 慢下来才能感受威风吹拂 鸟语花香 慢是人生一种境界 更是最顶级的活法 慢下来去生活 明代唐吟有幅名画 叫世明图 画中溪流缠缠 树木苍翠 云雾弥漫 清静宜人 山前一片茅屋 茅屋内一人浮案读书 一小童在山火煮茶 彼此气定神险 设外的木桥 引劳者与小童抱琴上门会友 呈现出文人雅士闲情益智的画面 画旁还提了一首诗 《日常何所事》 明晚自赏驰 料得难窗下 清风满宾丝 清风徐来 三两知己窗下对饮 曹琴闻音 赏景清新 细品茶香 宜然自得 生活细水长流 才能活得闲适舒服 十分喜欢漫画家朱德英的生活状态 每天吃完早餐后 都会泡一壶茶 感受自己的身体 有状态才去画画 下午外出散步时 会观察路边树木的变化 在树的光影变化中感悟生命 晚上则在家抖抖猫 看看书 清静待己 悠闲自在 慢不是懒惰 不是停滞不前 慢是对生活的驻足 用闲趣来装扮生活 让生活变得更有质感 感到焦虑时 找个时间 放下忙碌 慢下来 品一杯香鸣 粤鱼卷好书 沉醉在午后的阳光里 把生活过成诗 之前在《我是演说家》的节目中 一位26岁 年轻漂亮的美女律师 成绩优异 口才犀利 成了让人羡慕的年轻投资者 每天为了出色地完成工作 也为了早日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仗着年轻总是熬不完的夜 直到突然被查出了卵巢癌 她说 从来没有想过 如此年轻的自己会和癌症扯伤关系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她一定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不再那么拼命 那么快地向前奔跑 如今才发现 人生还有好多事情 没有来得及去做 还有好多梦想 没来得及去实现 自律利利又言 那些你熬过的夜 最终都会是无据细地 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过度劳累的工作狂 人生的步履走得太快 用健康拼命换来的地位 名誉和财富 只会加速身体的衰败 让生命戛然而止 对个体而言是一种灾难 人间值得说 人生不必太用力 坦率地接受每一天 无需太在意得失 也无需太急于求成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拼尽全力的端跑比赛 属于你的终将会被你拥有 超越身体极限的努力 既需耗了青春 又浪费了生命 得不偿失 于秀华说 放慢脚步 就会拉长这一段旅途 有一位老总 年轻时候白手起家 终于失业有所成就 身价过亿 资产丰厚 但每天还是 内忧外患 忙忙碌碌 精神也崩得紧紧的 虽然坐拥亿万家产 他却丝毫感受不到快乐 和生活的乐趣 总是满脸的严肃和疲惫 一天 老总感到身体很不适 心慌意乱 疲惫 身体无力 对什么也没兴趣 来到医院检查 各项检查结果报告出来 现实都是正常的 医生对他说 这是太忙导致的心累 所以深累 给自己休几天假 关掉手机 推掉会议和应酬 好好地休息 老总听从医生的忠告 慢下节奏 不再操劳 公司里的大小事物 学会放手 早晨 伴着晨光 来到公园里散散步 看太阳出声的美好 中午小心一会儿 给自己泡壶茶 翻开一本书 静静地享受 午后休闲时光 晚上陪伴家人 一起共进晚餐 周末还重新拾起爱好 拿起久违的相机 跋山涉水 捕捉美景 如今老总才感受到 生活有了诗意 有了风景 决定以后的日子 也要慢下脚步 好好享受生活 梁石秋说 人在有闲的时候 才最像是一个人 当代的人 每天都感觉很忙 却经常不知道 为什么忙 又在忙些什么 每天像个陀螺一样 连轴转 或许是为了追求 快速实现结果 却往往忽略了 体验和享受 其中的过程 唯有慢下来 才能保有一颗 热爱的心 触摸到生活的真谛 享受到生活的美好 慢下来 让心安宁 一位学僧问禅师 师父 以我的资质 多久可以开悟 禅师说 十年 学僧又问 要十年这么久吗 如果我加倍苦修 又需要多久开悟呢 禅师说 二十年 学僧不解 再次问道 如果我夜以继日 不眠不休 只未禅修 又需要多久开悟呢 禅师说 那样你永无开悟之日 学僧惊讶道 为什么呢 禅师说 你只在意禅修的结果 又如何有时间 来关注自己呢 静下来 不再急功近利 不被物欲叨扰 慢下来 心静如水 细致从柔 方能问而思进 慢而又为 有位高僧带着弟子出游 经过一个湖边 高僧让他自己 去打一壶水回来喝 弟子来到湖边 湖边有人在洗衣服 有牛车在涉水 因此湖水浑浊不已 弟子只能提着空桶回去 弟子对高僧说 湖水很浑浊 不能喝 高僧听后默不作声 只是静静等待 过了一段时间 高僧又让弟子去取水 这时 洗衣服的人已散去 牛车也走了 湖面恢复平静 湖水变得清澈 弟子打了一壶干净的水回去 高僧说 你看 我们什么都没做 水自然而然 变得干净了 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慢下来 顺其自然 就能得到一切 对待烦恼 亦是如此 只需慢下来 烦恼自会消散 菜根谈云 心乱 静中乱 心静 乱中静 嘈杂 因内心不平静而生 不如意 揭示内心力气的显现 与形成 心静 世界便安静 去除心中之杂念 烦恼则自行消散 有烦恼之时 不妨放慢脚步 给自己一份闲适 随遇而安 让心充满祥和之气 在这岁月静好中 摆脱烦恼 很是钦佩诗人苏氏的人生态度 三次被贬 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反而把生活过成了诗 被贬苏州时他说 长江绕锅之鱼美 好竹连山 绝笋香 被贬惠州时他说 日淡荔枝三百科 不辞长作 领难忍 被贬丹州时他说 闲看树转武 坐看终鸣婚 慢是清欢 是闲趣 慢是安稳 是祥和 慢是人生至高境界 一杯茶 一本书 静坐院子 听蝉虫鸟鸣 看云卷云书 享受生活的小缺行 愿你能在纷扰的世界里 找到自己的静趣 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如今的快节奏生活 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 赶着工作 急急忙忙做家务 甚至连吃饭都几分钟搞定 回到家里 只希望有人能让我们慢下来 从奔波劳累的状态中抽身出来 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一阵 有一种慢性子 其实很讨喜 曾看见一个网友吐槽 自己性子不急不慢 奈何老公性子特别急 每次出门 他也不提前说 自己两分钟穿好衣服 就开始疯狂催人 帮他上网买东西 从下单到东西到手 被逼着打无数个催单电话 商家外卖小哥 快递员客服 通通催个遍 电话里和人家吵 面对面夫妻两个也吵 谁心里都不痛快 有个这样的人在身边 即使再拼命释药 努力想维系关系 也真的很累 按理说 慢性子做事容易让人着急 却有网友说自己 找了个慢性子老婆 日子越过越好 他做事快 常常丢三落四 老婆做什么都慢慢来 也总能按时安排好一切 有次出去看电影 走到一半想起没带手机 他急得不行 还有半小时开场 取票码还在手机里 往回开的路上 老婆不断告诉他 没事离得不远来得紧 即使着急 他还是稳稳开回去取了手机 电影也没耽误 能心安理得慢下来的生活 过得自在又舒服 三毛曾说 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 不紧张的爱情中 一定要有一个不苛求的伴侣 平日的维持生计 做报表 写总结 见客户 其实大多数人已经很累了 再听到耳边的催促 不停地唠叨 或许就会瞬间崩溃 责任太多 身上的担子太重 只希望共度一生的人 能对自己少要求点 少了不小心就挨骂的紧张 少了不觉于耳的催促 其实两个人的时光 可以放缓下来 一生的甜蜜可以很长 珍惜那个 让你慢慢生活的人 林清玄这样解释浪漫二字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 浪费时间慢慢喝茶 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 年轻时的恋情 少不了这两个字 到相处久了 提起浪漫 总觉得有点多余 但从头到尾 让你最舒服的 相处不累的 还是那个 能让你放慢步子的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